美国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吗? 白人至上的国家吗? 各位认为白人跟亚洲人在美国有特权吗? 当我们华人在美国被打、被抢、被攻击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应对? 有一家人在纽约旅游的时候 做出了最愚蠢的示范 在他的双胞胎女儿面前 他的老婆在地铁上被骂、被打 一家人被叫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滚回你老家 然后他们高尚的出来声明说 不起诉 以德抱怨 这代表了什么? 今天来好好的讨论一下 枪支管理在华人的社区里面 一直都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华人被台湾、中国、新加坡的政府 洗脑的非常成功 只有坏人才会有枪支 有什么事情? 我们报警啊 祷告就好啦 所以这些no need no call 非常期待 把美国也变得跟台湾 还有中国、新加坡一样 真正的成为一个 只有坏人才可以拥有枪支的国家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 各位华人应该非常开心 加州政府全面禁止持枪权之后 但是打砸抢还是不断的 哇该怎么办呢? 加州政府给了我们一个锦囊妙计 请各位购买Airhorn空气喇叭来防身 耶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PY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觉得很无奈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在这个弯曲背景的时代 保守派的声音不断的被封锁 包括我们也是几个星期前 AI News被YouTube封锁了一个礼拜 因为我们违反了YouTube的社群安全 所以为了避免同样事情再度发生 我们在Rumble以及Odyssey都有备份 我们的节目就算被YouTube封锁了 我们的事工还是会继续 继续的传达圣经的价值观 没有错 在这个世代使人刚强的讯息 叫人做艺人的声音会被封锁 所以你很难开口 没有关系 请你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让AI News可以当无奈的基督徒的发声筒 就像我的牧师每次说到宣教的时候一样 你可能没办法去宣教 但是你的钱可以去宣教 你可能没有时间看这么多新闻 但是你可以来支持我们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属于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美国的警察局常常会不定期的收到一个来自司法部的包裹 全美国的警察局都会 全美国的警察局都会 这个叫做黑 crime data collection guideline and training manual 仇恨犯罪数据搜集方针以及训练法则 目的是要来教育我们的警察 怎么样发现仇恨犯罪 然后呢要如何报告给FBI 让他们可以制作出更完善的仇恨犯罪的报告 告诉你 美国其实是多么的种族歧视 多么的糟糕 多么的白人至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剥夺更多人民的权利 然后最后你就会在主流媒体上面看到这些数据 这个训练手册是在川普执政时期被更新 还有发布最多次的 目的当然就是要让媒体报道 然后传播说 嘿 你看川普当总统 全美国就被白人至上种族歧视的人控制了吗 还有为了要证明 白人至上种族歧视 是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分子 那这个报告已经出了好久了 而且已经被使用了好久了 却没有人试图探讨 我们美国的司法部是怎么得到这些数字的 所以我就决定来去读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最注重的地方就是去执行的方式 Exercise 运作模式 那这边讲到是什么呢 就是一堆假设的情况 然后警察局要怎么看到之后就可以说 哦吼 这个就是仇恨犯罪 然后解释为什么要执行这些仇恨犯罪 其中这一系列的假设的案例 在第28页在讲说两个帮派分子用球棒 棒球棒攻击一个印度人 然后在45页这边说 这两名嫌犯被逮捕到案之后 两名未成年的嫌犯说明为什么他们要攻击这个被害者 为什么要攻击这个印度人 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些印度人可以回到他们来的地方 那很明显司法部就是要警察把这件事情归类成仇恨犯罪 因为很明显这两名加害者的说辞还有证词是针对印度人的 很简单很明了对不对 如果你打了一个人然后同时再去喊说滚回你老家滚回你的国家 就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仇恨犯罪有任何意义的话 那大概就是这个了 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境 这个月月初才在纽约发生 51岁的亚裔美国人名字叫Soo Young 中文叫做杨运巡 在纽约Greenwich Village的地铁上 在纽约的人都知道说这应该是算是一个比较有钱 然后治安还是比较好的纽约地区 那当时他跟他的老公两个女儿都在 两个双胞胎女儿都在场 然后三名黑人的女生就开始对他们全家人骂 那这位Soo Young就装没事 干嘛这个样子呢对不对 在这见面救世员相见一笑敏恩仇 然后他的老公就说这群女生没读书没教养 我觉得这个老公很有可能是对的 然后这几名黑人的女孩就叫Soo Young 滚回老家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之后其中一位16岁的这个黑人女生 就开始攻击这位杨女士 然后不只是这位杨女士而已 还有一个女孩她也被打了 因为她把这整个情形全部录了下来 那中文的新闻也报导了 根据所有的资讯影片 这应该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黑crime仇恨犯罪了对不对 因为几乎跟DOJ司法部发布的这个仇恨犯罪数据收集方针以及培训法则里面的内容 几乎一模一样 滚回你老家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这是非常针对这个受害者原本的国籍 种族然后来自的国家的或是宗教的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 这应该都是非常简单明了的 但是这个案件对于纽约的警察局来说 却不是这么的简单明了 因为纽约的警察局最后决定不以仇恨犯罪的罪名 起诉这三位女生 纽约的警察找到这三位女生 逮捕这三位女生 但是就算有录影跟录音的证明 据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三名女生 叫这一家来自内华达州的华人 滚回他们的国家 但是这还是不能构成仇恨犯罪 绝对不是因为证据不足 因为真的全部都被录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家困难的视频 显示小兵们在罪名 然后攻击一家团队 在英国城市 你们看这个视频 16岁的女生 被拘捕 被拘捕和被拘捕 并且被拘捕了三个女生 在四个女生 告诉她们回到哪里 这状况快变得犯犯 一名的女生 甚至被拘捕了一位女生 被拘捕了她的手机 滚回你老家 OK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然后把你打一顿 根据司法部的这个仇恨犯罪手册来说 这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仇恨犯罪 而且可以说是手册上教科书的这个案例的仇恨犯罪 但是这个样子的犯罪却不会被记录成仇恨犯罪 那如果你是那种相信政府的报告 不管是犯罪吸毒还是非法移民之类的 你听到这个新闻的话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你会充满着疑问 你会想要问一些问题 政府不会愿意你去问的问题 你可能会问说这是真的吗 已经有这么多新闻都报道了 然后这个仇恨亚裔的这个行为 不就一直是白人至上种族歧视的 Mega Republican的人弄的吗 OK 我们华人在美国会被打压 不一直以来都是共和党的白人去做的吗 这些川普的支持者暗中的在住在纽约跟旧金山 目的就是要来攻击亚洲人的不是吗 就连我上次去参加那个什么亚洲杰出人物 那个每个政治人物上海都讲什么 Stop Asian Hate 就连我之前去一个牧师办的活动 连华人的牧师都在说 Stop Asian Hate 就是说我们要封锁白人至上 OK 这些川普支持者 难道不只是在控制着我们的这个天气造成全球暖化 同时还偷偷的潜伏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到处去找亚洲人打吗 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个Stop Asian Hate 仇视亚裔的数据吗 如果这个数据是这么的高 OK 亚洲人被白人至上种族歧视的人攻击这么高 为什么都没被拍到 为什么我们每次看到亚洲人被攻击的时候 每次几乎都是黑人在犯案 为什么我们几乎没有看过任何白人在攻击亚洲人 然后为什么就连台湾的人 还有中国大陆的人都在那个地方讲说 美国白人至上种族歧视很严重 或许原因就是真正的数据 跟我们媒体报道的数据非常不一样 在这里AI News带给大家真正的数据 这篇是来自City Journal的报道 标题是The Hate Crime Distraction 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 黑人执行了27.5%针对亚洲人的暴力攻击 同时亚洲人对于黑人的暴力攻击只占了不到0.1% 证明了区域性的角色关系极小 绝大多数针对个人的暴力犯罪都是同种族的人造成的 除了亚洲人绝大多数都是被黑人攻击的 事实上就是黑人攻击亚洲人的社区跟亚洲人的指数是比其他种族高出305的百分比 远远高出白人以及西语艺人攻击亚洲人数据还要低非常的多 那这些数据代表是什么呢 就是仇恨犯罪的数据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还有这些数据全部都是假的 这些数据完全没有真正的代表被攻击的族群 同时真正被攻击的族群基本上没有被放在数据里 特别是亚洲人被黑人攻击的数字 特别是当嫌疑犯是年轻的黑人的情况下 这位杨女士的家庭发生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这些仇恨犯罪数据没有任何意义的原因 还有很多绝大多数的警察局的报告显示 绝大多数的地区没有所谓的仇恨犯罪 各位听了没有错 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地区没有仇恨犯罪 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的16000执法地区里面 低于15%的警局跟司法部承报 那个地区至少有一起仇恨犯罪 然后全美16000个执法地区 都有参与在司法部的仇恨犯罪调查数据里面 所以这些在说 美国是种族歧视的国家的数据来源 基本上是非常不可靠的 因为数据收集是非常小的 而且承报上去的这些仇恨犯罪 其实也没有说明任何的仇恨犯罪的存在 意思就是这些仇恨犯罪并没有被证明是真的有罪的 或是嫌犯是被定罪的 只是在讲说有承报的仇恨犯罪 意思就是只要有一个警察 在警察报告上面写说 我认为这是仇恨犯罪 然后就砰 这就是仇恨犯罪 种族歧视犯罪 立定仇恨犯罪的这个过程 不用法官 不用陪审团 就成立了一起仇恨犯罪了 这些都只是仇恨犯罪这个数据的 这个小小的漏洞而已 那我们可以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些数据 如果这些数据没有任何的意义 而且不代表任何事情 更不能显示真正执行仇恨犯罪的那些人的话 我们为什么会需要 或者为什么警察局会需要这些 仇恨犯罪数据收集方针以及训练法则 还有我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数据 为什么我们不收集贪婪造成的犯罪 或是欲望造成的犯罪 为什么我们要刻意的收集仇恨造成的犯罪呢 就像我常常在节目上面讲的一样 最可怕的犯罪其实并不是仇恨造成的 通常是因为某些人跟某些人不一样而已 他们刻意的忽略掉那个人的人性才是最可怕的 例如婴儿不是人 MAGA Republican MAGA共和党人不是人 基督徒不是人 犹太人不是人 这些才是最可怕 而且可以合理化杀人的犯罪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立一个联邦机构 来调查专门找这些忽略神的形象的数据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着重于 种族仇恨犯罪上面呢 这位杨小姐跟她的老公 让我们看到了一点 为什么我们这么软弱这么无能 他们亲自上节目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帮攻击她全家的人找理由 告诉了所有的人 为什么攻击她全家不需要负责 不需要任何法律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被人卖了 还在帮别人数钱的样子 她们在案子上 事情 因为她们在案子上 毫不不不都 然后遇到 还好 有意见 她们只在案子上 撒遂了 但受到 感觉 然后 持续 如果 经历送 I've done this I you know XYZ it happens so fast battered and bruised from her New York subway encounter Sue Young and her husband still shocked by how quickly taunts on the F train spun wildly out of control you just go into survival mode and you just want to protect you know yourself you could have attacked them you did not you defended yourself I could have gotten up and attacked them I didn't that's them on the left riding the train with their 11 year old twin girls Thursday night they say the three teens sitting across from them started laughing and pointing and when they didn't back down quickly became more aggressive than violent the woman who filmed the confrontation says one of the girls also assaulted her three times start over took me by the hair threw me on the ground and started punching me the teens on video telling the family to go back where they came from top officials at the MTA and the state weighing in today I have seen the video but I'll tell you this there's no place for hate on our system it's being investigated this woman had no reason to be attacked whatsoever there is no tolerance for this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but from the victims themselves who've been talking to investigators there's compassion we don't know what battles other people have in their lives but I can imagine they're probably not as privileged and and that has probably a lot of a lot to do with their outlook on the worl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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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nger they may have right so was this a hate crime ask the victims they'll tell you absolutely not doesn't reach the high bar that needs to be sent for that they say was it a crime absolutely and they're talking to investigators here the sixth precinct who are still looking to talk to those three teenage girls the wor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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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位杨女士的丈夫说的 这很明显是在帮自己找一个 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 允许她的老婆在她的面前被羞辱 被打 很明显她什么都没有做 她还加上 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的世界观 以及他们对于社会 种种的不公义的愤怒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所以这对夫妻就有共识的认为说 在他们家庭上面发生的这个暴力攻击 其实不能算是一个仇恨犯罪 他们很开心的被打了 而且没有还手 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这对夫妻说的内容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不断的有 仇恨犯罪的主要原因 因为仇恨犯罪的统计数字 其实找的并不是美国真正的仇恨指数 而是在找美国遭受攻击的民主党的指数 如果你在美国 你是有优势的 就表示说你是白人或是亚洲人 你有上大学的话 你就不可能遭受仇恨攻击 如果你是这两个族群的话 你就应该要放手 而且义正言辞的帮攻击你的人说话 合理化你为什么被攻击 合理化你为什么被打 这是一个极度愚蠢的 自我感觉良好的 懦弱的一个原因 除了我们不应该合理化 在小孩的面前打他的妈妈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绝大多数穷苦的人 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 也不会执行暴力犯罪 这个是有数据的 当我们的社会认为说 这位杨大姐跟她的家人被攻击 被打 一定是因为打人的人很穷 并不是一个解释暴力 或是帮暴力找理由的方式 这里有个推特账号 叫做monetering bias 统计的这个数据 上面说 在2020年纽约市调查报告 亚洲人活在赤坪线以下的百分比 几乎跟活在赤坪中的 黑人的百分比相同 意思就是 其实在美国 在纽约这个地方 亚洲人的穷人 跟黑人的穷人的百分比 是差不多的 但是 黑人遭谋杀而逮捕的比例 却是亚洲人的13倍 换句话说就是 黑人这个族群 是会去做暴力犯罪的 而且会有暴力的行为 并不只是因为 他们很穷而已 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同样的收入 同样的赤坪 黑人的暴力犯罪的比例 是特别的高的 那 我在这边想要讲的是什么 绝对不是 种族问题 我不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 重点是 这些在地铁上 行使暴力犯罪的 这些下山烂 他们不是真的生气 或是正在经过什么 严重的 personal struggle 个人困境 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是生气的话 why should we care 为什么我们要在乎 当我们把受害者心态 摆在律法的前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合理化 他们做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 其实是什么 我们社会的问题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这些人没事做 活得没有目标 活得很无聊 而且他们被放纵 他们被宠坏了 而且我们的社会告诉他们 他们会无条件的被原谅 他们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坏事 他们也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他们不用惧怕任何的责罚 惩罚 刑罚 就跟安提法 他们可以朝着警察吐口水 然后还有BLM的暴徒 爬到警车上面 砸车在上面跳舞一样 在洛杉矶这个地方 一堆暴徒冲进 Apple Store 还有Nordstrom 进去把那个商店 洗劫一空 他们知道 他们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他们在短期内 也不会被怎么样 也不会被起诉 不会被惩罚 不会被关监狱 他们知道 他们伤害的对象 这些受害者 很软弱 而且通常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跟能力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他们的优势 然后他们只是在行使他们的优势而已 这个就是事实 而且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就算这个事实的巴掌 打在他们的脸上 一次又一次的打脸 他们就是不愿意让自己变得刚强 而且让自己变得有能力 在他们的小孩的面前 被抢了 还要在那边说 施比兽更为有福 他们接受的各式各样的谎言 包括司法部给出来的仇恨暴力犯罪数据 导致他们根本没办法了解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更没有办法去找出一个解决的方式 这会直接导致的就是 这些人的软弱会造成更多的暴力 更严重的暴力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跟你一样 在你的小孩面前侮辱你的老婆 在你的小孩面前打你的老婆 你都还在帮加害者找理由的基督徒 最终会有人受不了 然后选择开始保护自己 刚刚的片段显示的非常清楚 他们对于自己没有反击 没有起诉 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被羞辱 被打 感到非常的骄傲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说假的 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这样子被动懦弱的行为 已经离底线越来越近了 在这个没有法治 鼓吹暴力的社会当中 越来越多的人受不了了 水库不泄洪的话 就是会垮掉 会有越来越多 像在纽约发生这个Daniel Penny 那位海军陆战队的人反击的事件发生 然后当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司法部会告诉你说 这是个仇恨犯罪 白人至上 种族歧视 常常我们基督徒不愿意承认的就是 我们一天到晚在说 把这些法律太过分 政治人物都在帮着左派 但是其实我们的软弱 是促成社会乱象的其中一个部分 是我们的软弱促成的